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这条藏袄有一个不靠谱的主人 当着上百号爱狗人士 他被从十米高处抛下 随后 女人之所以这么做 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 珍妮浓妆艳抹得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进行着各种高难度表演 就这样 她和同伴拉到了逐梦之旅的赞助 珍妮是一个有着丰富飞行经验的女飞行员 站在她旁边的是J字的飞行伙伴詹姆斯 詹姆斯是一个气象学家 这是她第一次参与飞行 此次飞行的目的是探索高空 收集未知的气象数据 1862年 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都没有出生 绝大多数人只模糊地知道 天空上有宙斯和雷神 而风雨雷电这些现象都是神的旨意 但是总会有那么一群人抱有怀疑并热衷毛线 詹姆斯就是其中之一 她想要飞上高空去勘探数据 用科学来解释迹象 可是她并没有飞行经验 资本家也不相信她的假设不肯资助她 曾创造7010米基础的女飞行家珍妮 就成了最完美的搭档 就这样资金和技术经验都解决了 在资本家们的欢呼声中 一场创造历史的冒险开始了 热气球缓缓上升 很快就飞到了1600米 他们终于可以平视乌云 珍妮凭借经验立即换上了防水服 而詹姆斯却炫有成熟地认为 只是一片乌云而已 可很快她就被啪啪打脸了 很快他们被乌云包裹住了 珍妮看起来很警惕 詹姆斯却拿出仪器 兴奋地采集着第一手数据 忽然一阵电闪雷鸣 风暴的袭击使得吊篮剧烈的摇晃 突然急剧下降 詹姆斯一个不稳 撞到篮筐上 鲜血直流 珍妮更是直接被甩飞出去 幸亏及时抓住绳子 詹姆斯很艰难地抓住绳子 把她拉进篮筐 显然继续停留在乌云中 挥耀了他们的面 逃离乌云方向只有一个 更高的上空 于是珍妮立即将一些装备扔了下去 果然气球开始上升 穿过乌云 终于两个人看到了明媚的阳光 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蔚蓝的天空中 朵朵白云围绕在身边 没有宙斯 但这就是仙境 不然他们身边出现了一大群蝴蝶 两人喜出望外 他们的这一发现 证明了人类的一个猜想 除了鸟类 昆虫也可以随着气流飞行 热气球继续上升到6800米 此时温度下降到零下6度 一气和他们的头发眉毛 已经截起了冰霜 这时珍妮却发现 詹姆斯根本没有戴厚衣服 他觉得厚衣服太重 还不如多戴一些仪器 这让珍妮非常气愤 可詹姆斯不想放弃 执意上升 很快来到了8000米 这已经打破珍妮的 7010米的飞行记录 新的人类极限 而气温也降到了零下15度 此时 詹姆斯握着笔的手 已经逐渐写不了字了 高空缺氧 使得他神志不清 冻僵的手几乎握不住笔 每2000米 他都会放飞一只信鸽 给地面发送高度和数据 可剩下的两只信鸽 已经冻死了 下面的人再也接收不到数据 可詹姆斯仍想一堵 更高的天空 于是随手将鸽子丢下箭中 珍妮突然反应过来 詹姆斯的意图 马上冲过去阻止他 可是急急疯狂的 他根本听不进去 两人争执起来 情急之下 珍妮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用自己的故事 告诉了詹姆斯 生命同样重要 珍妮的丈夫也是飞行家 一次冒险中 年轻的珍妮 只意往更高处飞行 可低温却让热气球出现破裂 丈夫为了减重救他 直接跳下了吊篮 葬送了性命 听完这些 詹姆斯终于冷静了下来 珍妮见他清醒一些了 马上拉动气阀 放气下降 可是拉了半天 没有任何反应 气温太低 放气阀已经被冻住了 珍妮叮嘱已经快要晕厥的 詹姆斯一定要撑住 转身爬上绳索 他要去热气球顶端 打开被冻住的气阀 绳子上 球面上都是厚厚的冰霜 高空一万米 每一步都非常的艰难 况且他的每一根手指都已冻僵 他伸出一只手 想要抓住身边的绳子 没想到 一不小心差点翻下去 起身之后 立刻将绳子拴在腰间 拼尽全力 终于爬到了顶端 可是胳膊肘的力量 不足以砸开阀门 他只能站起身来 用脚使劲踹 终于踹开了阀门 可鞋子却被卡住 他只能蹲下身来 用刀子一点点的割开鞋子 以防气口再被冻住 热气球缓缓下降 终于他再也支撑不住 晕倒在热气球顶端 顺着光滑的气球表面 珍妮飞速滑下 幸亏绳子拉住了他 不知多久之后 珍妮清醒过来 呼喊着向詹姆斯求助 可是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只能靠仅存的力气 一点点的向吊篮荡过去 此时低温下的绳索 已经变得十分的脆弱 终于他进入吊篮 珍妮第一时间去查看詹姆斯 发现已经昏事过去 珍妮一边喊他的名字 一边摇晃着他 詹姆斯慢慢睁开眼睛 当他看到珍妮伤痕累累的手 才明白是珍妮豁出性命 拯救了他 此刻他对面前的珍妮 充满了感激与敬佩 危机看似已经解除 但其实还有更大的挑战 等着他们 不一会儿雪花飘落了下来 看着空中的雪花 他们感叹到世界多么美好 生活多么美好 可就在这时 珍妮发现事情不对劲 这雪花就像静止了一样 那气球下降的速度 岂不是和雪花坠落的速度一样 他们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这样的速度下降 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必须尽可能减重 于是他们把所有能抛的东西 全都扔掉 遗弃包袱小风扇 甚至外套也都脱下来扔了下去 可是完全没有效果 他们只能爬上绳索 把吊篮扔了下去 然而下降速度还是太快 束手无策的珍妮想起丈夫 他产生了牺牲自己 旧詹姆斯的想法 但是詹姆斯马上制止了他 突然 詹姆斯想到了一个办法 割断绳子 让椭圆的热气球变成降落伞的形状 这样就能减缓速度 果然 这个方法可行 他们得救了 可是在马上接近地面的时候 詹姆斯却先掉了下来 珍妮被热气球拖行了100米才停下来 好在只是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这次的冒险打破了人类飞行的最高纪录 也是人类冒险精神的一个里程碑 我先要再来 我先要继续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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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